大家好 我是臺灣水資源保育聯盟理事長蔡智隆醫師 同時我也是臺灣再生能源推動聯盟的副理事長 所以今天我算是一個水電工 站在一個野生的環保團體 然後對我們台商回流的三大方案提出一些看法 我是覺得我們這一場算不錯 有生物多樣性的一個樣態 可以有不同的意見 我想像剛剛前面兩位講者的話 我看了以後還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不過我講的如果大家有不同意見 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這個是我們的大綱 那因為我的point point比較多 所以我先快一點 那現在先講水方面 那因為臺灣在水方面 臺灣的降雨量是很多 但是因為臺灣山高水級 人口稠密 所以臺灣每個人可以平均可以用的 那個水量就很少 所以我們要特別要珍惜我們的水資源 那臺灣的水費又特別低 有人說我們五缺 缺水 但是缺水怎麼這麼便宜 事實上我們是缺最便宜的水 最便宜的店 最便宜的勞工 可以爆肝的工人 可以炒作的土地 這個就是我們的五缺 那水這麼貴的 水價這麼低的話 它會產生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的財務制度會有問題 我們的水公司 我們的漏水會增加 還有我們的節水 我們的再生水的利用就會受到打擊 電費也是一樣 今天順便講下去 電費也一樣 你電費低的話 就沒有辦法節能 也沒有辦法去推動再生能源 所以我們再生能源看到 我們現在臺灣這麼低 是在打擊我們再生能源 推動聯盟 那臺灣有沽水期跟風水期的問題 北部的話 沽水期跟風水水量的話是4比6 但是南部的話是1比9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的南部的沽水期比較長 而且只有一而已 所以是非常艱難 我們要發展我們的經濟的話 應該要提升到我們這一點 我們臺灣的水是很多 但是你看左邊 22%增發 60%跑到海裡面去 所以真正能夠用的就是18% 18%裡面 你看最上面 河道就是從河流這邊包括水庫大概13% 跑到地下水去的話是5% 那大家都認為說我們的水大概都只要來自水庫 其實是錯的 我們的觀念大概都錯的 我們的水庫的供水量其實只有22%而已 大家沒有看到的是我們的地下水的抽用量是30% 我們花了很多錢在上面的水庫 但是我們都沒有看到我們的地下水庫 都不知道我們地下水庫正在估解 這是很糟糕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工業用水 大概占10%左右 但是工業用水裡面其實有50%是自行取水 自行取水裡面可能有一大部分還是抽地下水 那裡面可能有些沒有辦法去估算 我們的各標題用水裡面農業用水是最多 佔了70% 工業用水10% 民生用水是18% 但是看起來工業用水好像不多 但是工業用水有一個問題 就是工業用水在沽水期的時候它還是不能減少 我們農業用水雖很多 但是大部分用在風水期的時候 所以反正太多沒關係 但是沽水期就修根怎麼樣 所以其實看起來嚴重性是不一樣 那我們都沒有注意到 我們其實有一個養殖用水 養殖用水7% 工業用水9% 你看看養殖用水其實很多 但是我們的養殖用水其實 是不是能夠好好的利用 的回縮再利用 那我們的養殖用水其實很多都來自地下水 造成地層下潛 但是我們現在農委會前面 都沒有看到水資源這一塊 那其他灌開用水也是有問題的 我們的農田用水量 我們水庫的水容量跟我們年種用水量 其實只有10%而已 11% 其實是非常少 所以你不要一直寄望於我們的水庫 我們的水這些溪流 大部分的水都流到海裡面去 當然有一部分是我們取水 少部分的話就是到水庫裡面去 其實量還是很少 因為台灣能夠做水庫的地方其實不多 而且水庫都一居雕 那這一張是我們看我們的用水量 前面那個曲線是用水量 下面的話是我們的真正的雨量 那雨量的話潛綠色的是全國的 我們看比較深綠色這個的話 是台南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台南的沽水期 你看那麼低那麼少 用水就這麼多 所以我們整個的落差就很大 所以你要在南部的話要發展工業的時候 要面臨很大的問題 那我們的高耗水的產業有哪些 我們的化學 化工跟石油業 其實佔了35% 所以是很耗水的 當然電子業現在越來越高 造紙 造紙 這個都是耗水的產業 那這一張可以看到 我們的產業的土地面積 在石化沒有什麼變化 然後鋼鐵跟電子都有在增加 那我們那個曲線的話 上面的話是 那個石化業 石化業 那條線 那所以還是慢慢在增加 那我們其實電子業用水量增加得多 那比較有趣的是 109年我們的用水量是最多 那110年其實是我們經濟大爆發的時候 應該用水量更多 但是為什麼看起來很少 因為我們的供水減少 大家做助求豆腐 可能都是挖地下水去弄的 我們110年的地下水 我現在還沒有找到那個地下水資料 的用水資料 那我們110年的出口大爆發 大概20%到40%出口量增加 那工業過去的用水的情形 就是分北中南 那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用水都慢慢在增加 那也是一樣 又109年最高 但是到110年就是好像下降 其實這一部分裡面 我是覺得可能還是都變成地下水 因為自來水供水減少 那這個是全國的 到109年自備水量就增多起來 那我們中區的自備水分 自備水比較多 反而自來水那個少 那這個圖可以 這個長條的話 是看到我們的地下水的抽水量 或下面這一條曲線的話 是我們地下水超抽量 每年超抽15億噸 超過7個石門水庫的容量 所以地層下限一直在進行中 那這個到109年 那我很想看到110年的地下水 因為我們110年超抽地下水會更多 那看看我們佐水溪 佐水溪沖溪山跟嘉南平原 跟屏東平原 那佐水溪的話抽水量也多 補助量也多 那超抽量也多 那我們地下水抽水量 你看看 這個抽水溪的沖溪山也都是佔最多 地下水補助量還有那個超抽量也多 那幾乎現在每年都還在進行中 那這個是一個童話小說 因為我們的國土企劃 我們國土企劃是一個很荒謬的小說跟童話那種 為什麼 因為它的估計是到125年的時候 我們人口大概會成長到2500萬 事實上我們那時候會下降 可能到2300多萬 所以它的用水量增加 我們人口在下降 它的用水量都在增加 大部分都在增加 為什麼 因為我們人口要增加 我們的產業園區要增加 一直在增加 所以你可以看到台南 高雄還要再增加 台中也是一樣 桃豬苗 就是未來的童話故事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再生水 其實現在再生水 是我們現在解救台灣很多工業的一個很重要的資源 那再生水當然就是由我們的生火廢水 這邊再經過三級處理得到 那這方面一直在增加 未來還是會增加 那我們台北市的生火廢水 都沒有好好的去把握 所以未來這是一個很大的資源 因為我們的生火廢水 在再生水的話 它沒有沽水期 我們工業用水也沒有沽水期的問題 就是一直用 所以你用水庫的話 它有沽水期 可能沒有水 那些水庫都能見底 但是我們這個沒有 所以未來這個是我們所要的一個 一個補充我們的水資源一個重要的地方 但是我們的太便宜的話 水會太便宜的話 大概很難發展 我們現在講電力一下 我們的工業用電 除去成長 OK OK 那 那個用能護成長的支票 所以我們未來的總統 未來的行政院長 面臨很大的挑戰 2030年以後面臨非常大的挑戰 因為支票都快到後面去 我們2021年的話 用電成長4.68% 超過半個核氏 兩年就超過一個核氏的用量 就把一個核氏吃掉 所以核電沒有什麼偉大 兩年就吃掉了 我們的三大產業 就是石化跟鋼鐵跟電子業 用電還是很成長 但是我們的電子業成長最快 那一般來講 就是說我們用電大增的話 其實都是台積電引起的 就是電子業 事實上在110年的時候 我們的用電成長的話 電子業7.9 石化7.4 鋼鐵金屬業10.1 所以當我們在景氣的時候 是全部在成長 用電成長 在不景氣的時候 電子業沒有下降 不好意思 那我們的台中 其實用電最多 高雄不是 那台南用電也很厲害 所以大家要知道說 其實我們的中部 其實是不夠電 我們快點來 再講一下 這個不要講了 那台灣投資三大方案 來 剛剛大哥也講過了 但是我們不要只有看金額 我們要看那個歐盟的 它是有涵蓋六大環保目標 那中國的話 它也是要推動綠色產業 這些 所以這是綠色金融 那我們是不是有推動綠色金融 然後另外一個 就是排水的要排放強度 讓我們台灣有台版的永續分類的標準 那我們2050年的話 當然要產業轉型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能夠產業轉型 工業用電也是一直下降 不是 工業的能源的消耗 靜領排放也是要走向這個 那中國現在 在十幾年前 它已經有節能源化 所以它不許耗能產業發生 所以耗能產業就會被擠到台灣來 另外它也不太允許高耗能的產品外銷 所以它不能產到台灣 所以我們只能夠外銷到中國那邊去 快點 不好意思 那三大方案的機會的話就是 就是我們要有戰略思考 那不能只看額度而已 應該要看各個方面 整個資源的耗用 那再來就是 我們要看我們的國土的一個盤點 那是不是可以能夠支撐這些產業 那另外就是要看 不能只看減碳方案 要看耗水強度這些水資源的那個 是不是能夠好好的利用 然後希望我們的產業能夠藤籠換了 能夠低碳轉型 然後不能夠一例給五到六成的融資 應該看有把握次到原則跟企業永續分類標準 然後要達成 一些產業一些企業進去分水 摸魚 那這要注意 要避免 就是不要台灣成為中國的離島污染工業區 包括造紙實話這些中國已經被淘汰的 還有在方向輕鬆補藥的就會跑到台灣來 因為台灣的能源水電最便宜 我們希望我們的能源密集度高的燃料的禁止出口 就是燃料出來要好好管治一下 不然在台灣耗用能源耗用水資源 掌聲謝謝蔡志宏理事長 謝謝蔡志宏理事長